陈姓男子停在路中间 机车龙头往左边转 准备要在这里回转 这时一辆执行机车差点撞上陈姓男子 才赶快把龙头转回右边 也还好执行机车及时刹车才没有发生事故 两人停在路中间理论过程中 陈姓男子表示很抱歉 没有注意到后方来车 不过执行的林姓男子还是持续找他理论 两人回转到路边 这时陈姓男子直接脱下安全帽 朝着林姓男子狂砸 连人带车都摔在地板上了 陈姓男子还是不肯罢手 路人见状后马上上前劝阻 就怕发生不可挽回的意外 事情发生在去年8月 当时陈姓男子骑车经过新北淡水区新明街 要回转时跟骑电动机车的林姓男子发生口角 讲到最后直接爆发肢体冲突 遭到殴打的林姓男子 左脸颊脖子右手肘肌右脚都有擦措伤 警方获报后到场处理 事后遭到殴打的林姓男子提出伤害告诉 现在判决结果出炉 法院判处打人的陈姓男子拘役55天 可亦可罚金 陈姓男子因为一时的宣泄情绪 造成这样的结果实在得不偿失 东站新闻王震宇 刘冠奇新北报导 它们会变得不耗